泛家山水库位于丹东市东港市和龙乡的泛家宝村 水库面积约300亩 是一座防洪灌溉养殖为主的中小型水库 和丹东其他地方的水库不一样 泛家山水库是一座平原上的水库 水并没有一般山区水库那么深 那我不知道这下面都有一些什么鱼呢 这个现在本地的水库这个鱼种 当时我打听了一下当时要有 就是鲤鱼 草鱼 青鱼 鲮鱼 鲤鱼 那其实从鱼种上来看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太大变化 变化 那你看你说了在东北来 带我体验一点不一样的 你这个鱼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咱们就是正常 这就是碰碰运气了 不一定哪一杆下去 就已经种了一条大青鱼大草鱼 好像也是啊 对 那好吧 那我们下次看看吧 这个钓位我们就选在这个前面的地方就好了 好的 对 钓位选择在大坝上 钓的水深约两到三米 一面吹来威风 应该是钓鲤鱼比较理想的钓位 从当地钓友那里打听到 水库当中鲤鱼的密度是最大的 在准备钓耳上 针对鲤鱼为主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水库 就是感觉这个湖面水面特别的大 好 我们首先去加钓吧 钓吧大概是加40% 还是稍微分量大一点 对 主要是钓大鱼 然后我们再加点双色鲤 颗粒撞刀是比较大的 30% 好 然后再加 也再一会儿 这个主要的话 它味道就是偏重一点 对 新一点 它就是肤类 肤类 嗯 最后我们加点这个红色风暴 咱主要钓的鱼就是 以新香为主 嗯 对对对 所以再加点它 我们再加点 5号米 是牛米5号 咱们钓的过程中 用它这个来留鱼 去留鱼的作用 夏天在江南地区钓鱼 气温水温都很高 选择偏素的耳料 钓鱼鱼效果不错 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 东北地区夏季水温升高了慢 最好选择 新香结合的二条做钓 所以钓友刘强 用40%的特色巨无霸 加上30%的双色鲤 再加上20%的野战幼儿 再加上10%的红色风暴 最后撒上少许的神九米5号 作为今天的主要钓儿 有些钓友是在正常的鱼池 或水库当中 他喜欢加各种添加剂 像加咱们天园的 那个一号酒了 七号酒了 或者是那个红枣糕了 大麦糕 咱们今天就不加了 直接来了 你前面加了这么多 我以为你也要加一点 结果人家都不加了 就这些是吧 水的比例是1比0.9 对 好 喝一下水 对 快速搅拌均匀 好 这个大概静置个几分钟 差不多 五六分钟就可以 好 五六分钟 对 行 那我们就让它收收水 一会儿我们就拿这 我们刚刚开烤的这块 去做钓了 雷雨午后 水库碳掉剑里 启压偏低 影响鱼翅尔 我是如何捕捉浮飘微弱信号 钓火大剑里呢 来了 上鱼了 谁做不上鱼的 都来了 这是当不全为止 钓得最胖的一尾剑里了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范家山水库 旁边就是范家宝村 因为受到村民生活影响 水质变得偏肥 今天下午风比较小 温热的天气 水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缺氧 这直接影响到 鱼的进食欲望 做掉一段时间 只感觉到小鱼不断闹窝 没有明显大鱼进窝的迹象 强哥 这个点为什么 这会儿老不上鱼啊 现在我估计是天气热 然后咱们过一会儿 现在因为咱这是中午嘛 一两点钟 等过一会儿 那好鱼 来了 上鱼了 谁做不上鱼的 等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 所以我说怎么老不上 这不刚开始吗 刚开始我的鱼运好一点 你东北 东北的爷们都特别绅士 所以这里的鱼也比较照顾女生 所以就让我先来了呗 好 我要下来一下 我学我乔哥 乔哥一般是这么溜鱼的 不小的鱼 我钓的鱼真的个体不小 天哪我都很怀疑我能不能把它给抱上来 抓不住我强哥 强哥帮我抓吧 剑鲤也是鲤鱼的一种 外形与一般带鱼的鲤鱼大同小异 只不过剑里身形更加瘦长 尾漆的颜色也更加鲜艳 外形的矫健也注定它比一般鲤鱼要游得更快 冲力更大 刚说不咬就咬了 对 你看刚说不咬 所以你说什么事情都还是要稍微坚持一下 对 坚持一下马上就咬了 本来我还一脸就是愁眉苦脸的想问你 就是为什么这个点不上鱼 但是马上就有了 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有鳞的这种 这应该叫见鲤 对吧 有鳞的这种见鲤 而且一上来第一个也就是这么大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个水库的鱼有比这个 应该个体数量偏大的还很多对吧 对 还有就是像咱们前几期钓那个矿径 那个也有 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钓上来 但你这开干鱼钓的好啊 见鲤 开门红 对 开门红 所以见鲤就如它的名字一样 你看在我们东北 又见美 然后呢 它呢就是不像那种矿径上 上就是上鱼之后 感觉有点雍容华贵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个肉就是松松的软软的 但这个你看摸起来感觉特别有弹性 实畅 实畅 对实畅 我们东北话说实畅 实畅 对 那我们先把它给放了呗 好的 好 剑里和其他鲤鱼一样喜欢群聚 一般三五成群洗浑水 弱光 缓流 洗在松软的泥底 或者是腐植至较多处拱动觅食 其上唇发达比下唇长很多 并可申锁 并可申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